这支乐队成立于2008年,主要是松巴最高级别监狱内犯人的自我娱乐,当时是对马拉维监独管乐队的补充。 代理首席监狱事务专员利特尔·迪尼足录·蒙格诺说,当他遇到一群热爱音乐的年轻犯人时,乐队就成立了。 当我参观松巴中心监狱时,我看到了一些男孩在空桶上演奏当地制作的吉他,并且他们弹得还很不错。 他们一开始演奏音乐时,就吸引了其他犯人从自己的牢房里走出来听。我说,好,让我们更进一步。 他从国家艾滋病委员会为这些音乐人申请资金,让他们创作与提高对艾滋病问题认识相关的乐曲。 他们给了我们50万马克,相当于800美金。我们设法买了三个电子吉他,一些鼓和一些非常小的扬声器。他们都很开心,我们开始在监狱里创作音乐,主题与提高对艾滋病问题认识相关。 这是当局给乐队追加资金,购买更多的乐器。一个名为兰斯·克劳德的监狱看守,是乐队的副领班。他说,获得格莱梅提名对监狱里所有的人来说,是一个惊喜。 我们之前并没有期待这个提名,特别是那位美国男士来录制我们音乐的时候。我们当时怀疑他的动机,我们不确定他想拿我们的音乐做什么。我们允许他录制的唯一原因是,这是当局下达的指示。 乐队成员欧斯·内特·库凡迪奥在2009年因偷窃入狱。他说,这个提名说明了监狱是一个改良中心,而不是一个垃圾场。 人们不应该觉得我们一旦被释放,将会继续我们以前的生活。人们应该知道我们已经学会了一些技能。一旦我们被释放,人们会知道这些年轻人确实改变了。 这个专辑收录了20首歌曲,是由来访的美国人,获得过格莱美奖的制作人伊恩·布伦纳在2013年录制并介绍给全世界的。 监狱当局表示,这个乐队不会参加明年2月在洛杉矶的颁奖仪式。他们说,一名政府代表可能会代位出席。 但是无论谁代表他们,乐队成员说,他们一定会得奖。 美国之音马西纳马维拉松巴报道,由流利播报。